最近呢是各种医院的招聘啊 所以很多医学生都很关注 那上一期呢我说了一下 这二医院的一个招聘情况 就是说现在除了以下的几个科室 基本上都只要博士 这几个科室呢主要包括像这个ICU 急诊 儿科 还有这个麻醉 影像 检验 康复等等 那很多朋友呢在下面表示了焦虑 其实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的紧张 所以我今天呢又打算 用一个二线城市的三甲医院 作为举例 我挑选的这个医院呢是这个我的家乡 也就是温州 温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那这种医院呢在全国范围内 应该算是很有代表的 因为每个省一般都会有一些 二线三线城市 它具有自己的医学院 然后会有自己的附属医院 它其实大部分的科室 在第一批招录里面都提出了要博士 而且呢博士的招录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松的 这也就是意味着如果说你是个博士的话 去瘟疫医院的大部分科室 那基本上都是能进的 除了个别的一些科室 比如说一些内科 如肿瘤内科 那这些都只要一个名额 那可能会有三到五个竞争者 会从中择优录取 那除此之外呢就有很多的硕士岗位了 比如说心内科 消化内科要两个硕士 肾内科要一个硕士 想要分尸免疫科 血液科 泛疗科 神经内科 这些都是要一到两个 一到两个的硕士 甚至呢像骨科中的 比如说串伤 还有脊柱外科 也都是要一到两个硕士 还有手外科也是要硕士 然后呢像放射科 它呢也要求招两个博士 但是呢这里面写着要招六个硕士 那所以呢硕士的话 在这些单位总体来说 目前还是比较好进的 此外呢还有一些比较意外的科士 比如说像副科 厂科 眼科 口腔科 这里面呢 它都各要招聘一名硕士 那当然呢 虽然说是能进 比如说像骨科 很多专业都只有招一个名额 那全国呢 这时候去的硕士应该会很多 所以竞争呢 可能还是比较激烈的 所以还是要在读硕士期间呢 要尽可能的让自己 比如说论文发表了更多一些 以及呢 比较稳定的去通过一些各种考试啊 还有学好一些基础的技能 同时我还特别注意到 这硕士后面还专门挂了一栏 就是必须要六级通过 那所以这也证明了 如果大学没有通过六级的话 硕士研究生期间 一定要把这个六级通过掉 这是它的一个必备条件 好的 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内容 那如果后面有机会呢 再跟大家说一下 实际上在医院招聘中比较看重 哪一些的部分啊 比如说是你的学历 还是你的发表的论文 还是说你的临床操作能力等等 我们下期视频见